命令你的部署 立在原地不动 放下武器 其余的是我来处理 随便 这是霍去病最嚣张时刻 一万起兵打光十万匈奴人 听说何兮匈奴被汉军打传一千里 一智侠大缠于雷霆大怒 这不是蠢猪吗 被一个二十岁的汉朝降临 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方式 打怕下两次 要这样的蠢猪还有何用 他立刻派使者召集魂蝎王 修徒王 前往匈奴墨北王庭树职 红猪王和修徒王知道自己去墨北市送人头 干脆派出使者准备投降汉朝 但是他们要是直接接近汉朝边境 那会被全体歼灭 这位秃头使者干脆派人 绑架了正在返回长安的一个男子 男子当场腿都下软了 直呼大王绕命 揍你们的是冠军侯祸去病 不是我 你不要害怕 我是匈奴的使者 我要见你们汉朝的皇帝 要见皇帝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你们汉朝的官员 嗯 这个给你 上一秒避雨 下一秒偏堂 历史证据有时候也蛮幽默 使者在引荐下 来到长安城郊外 见到了汉朝新任大行令李希 魂蟹王使者要嫁汉武帝 李希不敢怠慢 立刻引荐 一听魂蟹王要投降 汉武帝都乐了 投降 或去病两次河西之战 找了三个匈奴王 俘虏五个匈奴王 击溃匈奴及河西土著小月之等不中数十万 而大禅于想召魂蟹 修托二王入王庭杀之 以便兼并其不重 如今二王吓破胆子 紧急恢复汉朝 等回到齐连山故地时 使者大肆吹嘘 长安城有多么繁华壮丽 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 魂蟹王立刻行动了 积贼的使者此时 取出汉武帝所思的玉璧 魂蟹王立刻决定投降 他来找自己的好哥们 修徒王一起投降 然而修徒王突然改了新意 他宁愿当一个自由飞翔的汉子 修徒王还在那自明得意呢 下一秒 魂蟹王就把他的清兵给斩了 在下一秒给他来了哥哥侯 这可能是史上武力之最才的清兵了 魂蟹王走出帐外 吴忠生有说 大禅于派来的刺客来骗 来偷袭 不讲武德杀了修徒王 而智商绝顶的他反杀的刺客 忽悠修徒王的不忠 随他一起投降汉朝 然而刚到达汉军面前 修徒王的大将才反应过来被骗了 窜斗着手下跟他回去 汉军镇上获取并十分生气 他质问魂蟹王是来跟他演戏的吗 魂蟹王表示自己控制不了修徒王的不下 命令你的部署 立在原地不动 放下武器 其余的事我来处理 随便 魂蟹王早被杀神打趴了 做出了正确决定 随着汉军极致挥舞 他们如同下山蒙虎般冲向修徒王不忠 霍取并这句话堪称霸击之急 愚蠢的修徒王武将还不知道 他给族人带来了灭族之祸 很快五万修徒王不忠被斩杀一万多人 剩下的全部投降 霍取并打通了几连山 后是称为河溪走廊 匈奴人则悲哀地唱着 使我几连山 使我六处不繁夕 使我颜之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实则匈奴人是入侵河溪走廊 获取并击破的十余万人里 一大半是土著小月之等不足 真正的殷山起家的匈奴人也就三四万